大家好 欢迎大家来到东周网 鬼灵精怪的频道 我们继续请多亚初佳佳佳与我们讲鬼骨 今次到电视城了 是的 电视城 其实我听很多前辈说 以前清素版电视城就更多经历 但我进去TVB工作了8年 其实都经历过几次 是解释不到的 还有很灵异的 第一个真的顾名思义 我们主动去找他 因为拍了一些灵异节目 没错 现在也好流行 有一个灵异节目的情节 就是安排了两只子责公仔 站在我旁边的 我就要讲一些对白 试的时候是没有试的 到真的拍的时候 在天堂 因为老天为止 一讲某一件事 我走到女的子责公仔的旁边 它会塌下 但其实已经冻起了竹 又有了沙包 它是整个氢测地摆下 那应该是弄得很实的 是的 所以就解释不到 大家都明明在拍摄之前上香 照拍了 最后是拍了 我想有十剧才收复 但那种子责公仔是有耐力的 是 因为我最初都多嘴 他说是这么厉害的 公司弄得这么似的 是的 我早前才去完喪禮 我觉得是真的 是的 我们在红衡买回来 重金礼并去完喪公司 是的 真的这样买回来 接着拍完 那半就没事了 都有一些小意外发生 但都是拍摄上的技术问题 隔了一个星期后 遇到助理 他说回 其实那晚在你補妆的时候 试好位置了 因为要加一些火光 即香烛 是的 有个道具同事 第一下点蜡烛的时候 抢火就会烧到女的那种 不怪不得 所以我听到之后 不怪不得 明明摘着沙巴 怎样都会傾側 你当他有生命的话 可能他的脚痛 他抗耳 所以就要撞起来 可能要说一声不好意思 然后好像还有一些东西 对 然后拍完那个场景 我们移私了去一间货电梯 那都是摆好他们 我进镜子 第一个镜头 试的时候也是没事 到一进镜子 那部摄影机不断 透焦 显示追捕飞的位置 永远都在电梯的角落头 在角落头 不是两个公仔 不是两个公仔 对对对对 然后也是强行试 也试过那部机车重开 都是没办法 最后导演决定 不如这样 你还你 公仔还公仔 那只拍公仔 又追到Focus 好像没事的 没事 有点不想和他们 嫌弃我 他们 是的 而且最后我们也问 会否划烧了他们 对对对 对对对 那两个公仔 我们公司很环保 应该都是保存在道具仓 所以我们在想 如果有一天哪个时运不够的时候 可能会在公司走廊 见到两个金童玉女走过来 其实也不奇怪 你之后再拍 你也分不了 对对 以为有人拍古装经过 对对 也不奇怪 但他不是走过 是飘过的 是 好 谢谢